哈喽,麦格婷姐好介绍的,下午好 今天带你们来到在Bukit Indah 30路这边的 Horizon Residence 2这边的一间 双层大款的这个角头牌屋 这一间屋子的话的土地面积是3407 sqft 屋审是有24,80这么大 是不是第一次听到Bukit Indah 3这边 有这么大间的这个双层牌屋 你可以看到旁边这边有一个20车左右的地 这一间屋子呢,它也是之前是这个show house 就是我们的示范屋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车房 车房的话停两辆车 两辆车左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进去屋子里面参观参观 这一间屋子它之前是show house 所以的话它是一间全装修完了的一间房子来的 也是很大款 它的这个玄关处这边 距离大门非常大 但是我们这间屋子屋林大概是有一个6年左右 可是因为屋主长期是在外拨 所以有一些白蚁的问题 但是已经在解决着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客厅的空间 客厅这一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这些家具啊装修啊 全部都是已经做好了的 也会把这些家具留下来 还有这里走过来就是我们饭厅的空间的 这边摆了一张6人做的一个小长桌 往后走这边的话呢就是来到我们的干湿厨房 干厨房的壁厨全部都做好了的 然后我们的市厨房这边发展商之前这个show house也是全部扩建了 这个玻璃窗口很漂亮哦 采光非常好 旁边呢还有一个小show room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楼下有一间大家共用的厕所 再加上我们往旁边看 这边就有一间楼下的长辈房 可以放一张双人床没有问题的 我们去看看楼上哈 楼上的话呢 它是有着三房的 三房三侧 我们这一间是四房四侧永久地区 然后大门的方向呢是向东北方向 它的地呢是在我们右手边是向东的 然后这边也是24小时的保安围里区哈 每个月保安围里呢是165块钱 来到楼上你可以看到 这个一点都不小的小厅相当大的一个空间 这边呢一整面都是有窗户做采光 也有做了一些壁橱 然后旁边你看还可以再放书桌的 我们楼上的话两间房间的话呢 都是中型的尺寸 放双人床再放一个衣橱 旁边都有着自己的这个独立卫生间 壁专都是上到完的哈 再来我们去看看隔壁的这个房间 第二间客房在这边这个客房哈 它的设计就是榻榻米式的感觉 可是这种毛毛地毯的放得到一个单人床 再加一个双人床 这边呢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衣柜四四方方的 然后我们的厕所的话呢就在我们一进门的右手边 有一个它的独立卫生间 它的sealing还非常的高的哈 所以哦 拆光也是还不错的 我们去看一下主人房 这一间因为是大款的这个双层排屋 所以主人房也很大间的哈 在horizon Residence 2 就在我们的哈 很靠近horizon Hill 也很靠近Lusa Edaman的一个小区 在Pukinina的30路这边哈 这边的话哈 去那个第二关卡只需要15分钟 就可以直接到第二关卡了 大款的双层排屋脚头 客厅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刚刚楼下sealing还很高 楼上的sealing它也是相当的高 而且你看到吗 它做了很多装修设计 因为这一间之前是修号码 用了很多这些床头墙都美美的 然后这边是可以给你哈 挂电视还是放投影机的地方 房间很大间放了双人床 这边还可以再摆上一张沙发 跟一个我们的按摩椅 然后我们往这边走 这边的话呢进去看一看 哇这边有一个秘密通道 走进来的话 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是做一个步入式的衣帽间 一整排都是做衣橱的这个设计 加上前面这边有玻璃 所以这个空间 你不会觉得它有这个压迫感 它是很舒服的 有这个采光的 这边还有一个超级大的玻璃 超大的这个化妆台在这边 这些橱柜都是非常的够用的 这样子主人房的厕所在哪里呢 在这边带你们来参观 哇这边好多秘密通道 没有错 主人房的厕所就在这一边 这一个小区 Horizon Resident 2的这个小区 它的每一间房子的话呢 虽然是双层排屋 可是都是有附送这个浴缸的啊 所以这个尺寸的洗手间 浴缸洗手台 我们的马桶位置 还有淋浴间 在这一边啊 这边淋浴间你可能要做一个L型的一个玻璃门 都没有问题 麻雀虽小 可是哦 该有的东西都有 我们这一款哦 角头双层大款的排屋 还有一个大阳台哦 可以给大家看看阳台看出去的view 我们这一间的话哦 大门的方向刚刚说了就是在东北 所以地在右手边是向东边的 东边的地大概是20厂左右的地啊 这一个地点在我们Bukinina的30路 Horizon Residence 2这一边哦 大款Superlink的双层排屋脚头屋啊 土地面积3407sqft 屋身是24x80 旁边加上20层地 有4个房间 4个厕所 永久地气 屋领只有6年 每个月的这个保安围离费呢 是165块钱啊 我们这一间哦 屋主之前哦 跟开发商买这间Shorehouse的时候 他买的价钱是1.5个M 现在卖的好钱呢 亏本卖你们 这一间卖价是1.25M net OK 这个地点走路 如果家里有不会开车的长辈 走路就可以到我们旁边的这个777桑茶室啊 我们旁边还有菜店 还有saloon 如果是讲要到更多的店面的话 开车两分钟 可以到一家海鲜楼 到这个哦 飞猪卖菜的这个小市 小菜市场 还有这个五分钟车程 可以到Aion Buki Inna 也可以到Horizon Hill 如果要去第二通道 往这个第二通道 去新加坡工作的朋友 这一边哦 开车到我们第二关卡 OK 是直接到第二款卡 15分钟的车程 如果是要往波底市中心 CIQ JB 跳去的话哦 只需要20分钟左右的车程 就可以到第一款卡 波底市中心 好的 有兴趣的朋友 找着这个屋子 这个地点的朋友 可以打电话来卖个听解好介绍 也可以WhatsApp联系我们 哪更多这间屋子的房间 如果是屋主们想要出售屋子 也记得联系我们哦 这样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